三個聯盟 真的也感謝三個聯盟 願意在這次裡面當中 有機會給年輕的球員 有一個比賽的舞台 呼籲在9月17日 有更多的球迷到現場 幫這些年輕球員加油打氣 也希望說他們拿出最好的表現 能夠打出好成績 那我們東華培訓隊 這次來講也有阿金樓他也加入 那勢必也是一個話題 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謝謝 我覺得這個邀請賽 最有價值的地方 還是在訓練年輕選手 有一個好的表現機會 讓這些本來是學生運動員 到職業選手 我覺得在前期上面 是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主訓 那我們圍棋已經訓練兩週 然後到比賽 那這三週的比賽 總可以有一些提升 那希望他們在未來職業賽場上 都可以運用得到一些不同的技巧 還面對職業的這個心態 我們很期待 非常期待 因為實際上對我們T1聯盟來說 我們的六支球隊除了台批以外 那其他都是新的球隊 那當然經過一年之後 那第二年的賽季即將來臨 然後大家在陣容上面 甚至人員上面都有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種新球隊 菜鳥級的選手來說 這樣子的一個比賽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也希望這些年輕的選手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比賽 能夠為新的賽季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準備 因為就是等到自己霹靂開賽季之後 沒有辦法有機會可以對到T1球隊 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球員是在T1打球 他們都是有很好的紀念跟水準 所以我蠻想要透過這次機會 能夠跟其他球隊去多做切磋這樣 今天是我第一次穿那個比賽主要衣 所以我很開心 我知道他們很很興奮 去看我們的遊戲 所以我只是希望我們可以 跟他們玩一個好的遊戲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 讓大家可以看到 各個球員從各個球員 比賽對其他人 所以我知道每個人都很開心 在這個比賽中 我只希望大家可以來看我們 在台比賽中 一圈的一圈